年前那场运动现在很多人对它进行非议 但是我认为那场运动的确确是中国 现在是人类现在的空前可以说是绝后的伟大的运动 然而学生运动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的缺陷 但是学生运动永远是代表着时代的最强硬 我认为你们告诉你们那些同志 千万不要对中国的现行军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 共和国共产党它绝对不会允许这个司法独立 也不会允许新闻自由 更不会让军队国家化 更不会让土地私有 当然了更不会平反六四的 因为这个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它 它的统治手段无非就是用骗人抓人杀人 中国这个六十年的这个历史 许多政治运动已经让我们真的是寒心了 所以说要想推动中国的民主 不能光在美国之音 不能够光在美国外面搞活动 因为听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 他们的学务都很高了 更重要的是要像孙山先生说的那样 必须唤起民众 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主共同奋斗 只有唤起民众让民众了解到从49年到现在 包括六四的这些真心 人民才会有觉悟 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 好感谢湖北的贺先生 我们听到您的评论 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 我们让他们也有时间来发表评论或者提问题 湖北的杨先生您是下一位 您好 请说 你好 您好 请说 我认为真相在人民心中 现在的媒体到处是假药广告 从这一点就能证明 现在的共产党的媒体也申请不下去了 这就是我的观点 感谢湖北的杨先生感谢您的评论 四川的穆先生您好 请说 中国很欢迎利用政治 利用学生来达到政治目的 建政后对教育的政治管制也是异常的严密 当时李同学是教委职的 我想如果韩大这单位都给我 加都不能都读不着到 对于说教育实务了 我想问你们 你们当时说反观的 是不是反 东小平我叫赵紫阳来 我听说 咱们老大一点上前 赵紫阳平的时候 搞彩点我什么 我想问是不是 好 感谢四川的穆先生 我们再来听一位 浙江的李先生打来电话 喂 浙江李先生请说 是王丹对吧 是我 王丹你好 九阳大名 你好 你好 说到六四 其实这件事情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 他们早就忘记了 这个我不是胡说 他们真的忘记了 忘得干干净净 你要共产党平凡六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据说当年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 你们要我们的政策 那就拿你们的人头来换 你们想想这样的政府 你觉得他会平凡六四吗 你们这些书生 他们会把你们当回事吗 当年蒋介石有百万大军 他们照样不在话下 你们自己想想 好 感谢浙江的李先生打来电话 我们来请王丹回答这么多的问题 其中至少有两位听众提到了说 他们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 您刚才也回到我的问题 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 对他们来说似乎共产党才是障碍 您认为 今天所有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共产党的问题 我当然也不对共产党 抱任何的幻想 我只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 在这样的秩序之上 如果共产党愿意参加竞选 我们也不会排除 那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但是我本人也不会对共产党 有这样的幻想 刚才那 尤其第一位贺先生的那些观点 我都觉得其实都非常的重肯 那么我觉得中国要走向民主化 今天来看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政府 恐怕只能寄希望于人民自己 就是我多次讲的是 我们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那么让能够独立于国家的那些社会力量 能够有更长度的成长 只有这个样 才能保证老百姓自己的权益 还有听众提到 至少两位听众提到 人们是不是还记得那件事情 六四时间 我们的记者张南发回一篇报道说 在你的母校北京大学 许多的学生 至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我对六四没有任何的记忆 也没有任何了解 那么其中的一位听众说 真相在人们心中 有些人说 我对六四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或者是我对六四一点了解都没有 您觉得哪一个 哪一个这个可能性更大 我觉得刚才这位浙江理性观众 还能打电话进来 参与这样的讨论 说明至少他本人都还记得六四 他怎么可以说六四已经被彻底忘得光光呢 连他自己都没有忘记 他怎么能够判断别人是不是忘记呢 我相信这么大的一次历史事件 才仅仅发生在二十年前 只是因为中国有严苛的这种政治环境 大家不敢公开表达而已 难道说我们中国十三亿人统统都患了健王症吗 生理上是不可能的吗 大家是即使从生理上讲也是不可能忘记的 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最多存在的可能性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 大家选择沉默 可是我相信沉默并不代表忘记 大家只是把它埋在心里 历史上多少的这样的过去的事件 并不见得表面呈现出大家每天都在谈论 可是并不代表这个事件从人们的心中消逝 如果今天中国真的是大家都已经忘记六四的话 你可以看看今天的北京政府 他就不会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了 有个湖北的贺先生还提到要唤醒民众 您觉得现在当今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 唤醒民众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今天我们有了新的科技手段 就是网路这个时期 我常常讲说今天我们就有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当时在现实世界中的中国 可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形态 都会面临一个新的变革 就是我们将会迎来一个虚拟世界的生活 它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世界 那么在这以网络为基础的虚拟社区里 那么国家的力量已经大幅度的消退 公民社会的力量大幅度的成长 我觉得如果说在这样一个中国的基础上看的话 那个就是民主的希望所在 但是刚才我们的报道也提到 就是凡是跟六四有关的事情 他就把这个整个报道抹掉 甚至把整个博客还有一些论坛 全部暂时的关闭 因为这现在是非常时期 所以我在想 即使有这样的您所说的先进的技术 是不是还是很难唤醒民众 在这种网络世界 肯定会不断的发生这样的斗争 对不对 就是政府一直在试图去 去监督啊 去关闭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断的新的博客在成长 不断的信息在流通 自从有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手段之后 应该说比过去的信息开放度 就是民众可以选择的可能性 显然是要增长很多 这样的斗争必定要经过一个一段的时期 那么包括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的话 像我们现在又翻墙这样的技术 你可以预期说 未来这样的斗争只能是政府失败 它不可能控制住13亿人的这种网络 这么大的一个网络社群 王丹先生 我们再来听听中国的听众和观众 一个什么的观点 我们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现场 请到的是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 他是哈佛大学博士 江苏的阮先生您好 请说 喂 请说 喂 您好 您好 是我吗 喂 喂 您好 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陈先生发个讲话 喂 河北的陈先生 喂 喂 河北的陈先生您是下一位 河北的陈先生 电话 喂 喂 我是陈先生 喂 请说 我姓陈 请说 听得清吗 听得清 王丹先生 我听得过你的发言在电台里 我向您致敬 谢谢 谢谢 我向您致敬 我严格说 我是既得利益者 是体制内的人 但是 中国我走遍了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知道这个 从毛泽东开始 就作恶多端 庆祝难输了 我要告诉我的家人 明天穿白衣服 我要告诉子孙子孙后代 都告诉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光明会来到的 你们就坚持 这个民族 总要有你们这些栋梁 你说的对 就是 中国现在有些年轻人 之所以能犬如化 之所以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因为封锁造成的 或者说主要是因为封锁 掩盖真相造成的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随着世界的进步 它是掩盖不住的 慈禧不就是吗 没让祖宗的江 已经摇摇欲坠了 他还说 没让祖宗的江山 断送在我手里 这时候就不行了 何况今后呢 我说好玩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河北的 陈先生打了电话 吉林的电视观众 林先生您好 您是下一位 王南先生好 主持人好 我是吉林观众 二十年前的今天 在中国在北京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六四大疏伐 以邓里昂为首的 利益集团 下令枪发北京 爱国青年学生和市民 以邓里昂为首的 柜子手 双手沾满了 人民的鲜血 还有那些 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军人 他们将永远 定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 不过现在有一组声音 要谈六四和解 请王八一先生谈一谈 您对六四和解的 观点和看法 好 谢谢主持人 感谢您 感谢您提出的问题 吉林的林先生 北京的丰先生 网络听众 丰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说就是六四 过去二十年了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很让中国人 伤心的一个事情 刚才这个 王丹那已经讲了很多 我想的话就是说 想问两个问题吧 一个是呢 就是我知道您在六四 以后